大家好,我是马莎 期待已久的战霜尼尔联斗终于来了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第一个尼尔角色A2的角色攻略 A2在战霜里是装甲型 又一个狂战士不当进攻当装甲 我们先看看官方的评价图 虽然没有拉满,但这是个全能角色 可以削减敬人的防御 抱着状态不仅能强化自身 还能给基爷部队增伤 感觉射击有一点点复杂 接下来就全面讲解一下A2的所有技能吧 三红三次攻击600倍率 攻击距离只有低上一格 后闪之后就打不成了 不过 这次攻击6単位的摄像 在外面的发展上延伤都有 蜜匙的整体灯 下边的摄像 2种双梯 2种双的摄像 3种双梯 2继续 3种双梯 0201 4种双梯 3种双梯 3种双梯 2种双梯 3种双梯 4种双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普攻 一头刚好回两个球 没有闪避攻击 不过普攻第一下有很长的途径距离 但是起手有点慢 普攻可以回护盾 上任人说了 大招 A2不需要传统的大招能量 无专武需要护盾充满才能开大 开大之后进入狂战模式 狂战模式有60减伤 还有30%伤害提升 每次消球后附加150%伤害 不过要注意离场后大招状态 不会自动关闭 护盾耗尽才关 但不会耗血 这个设定其实不是缺点哦 有很大作用的 嗯 这后面再细说 普通出场就是三蓝 可以吸怪也可以召唤 POD导弹攻击 QTE 出来对敌人一顿攻击 持续时间非常的长 会推无护盾的怪 队长技能 季节部队提高8%物理杀害 还能提高200闪避上限 SS被动 出场提高50%护盾值 狂暴之后 每4秒就会有一次POD机 轰炸 尼尔三人小队的时候 暴走状态下离场 可以给下一位尼尔角色 增加10%伤害 嗯 注意了 这个SS被动非常重要 算是A2的另一个核心 A2的后台辅助全在这里了 暴走状态下离场 能把POD机留给队友 每4秒就会有一次POD机 轰炸 一样可以消敌人防御 建议大家还是把A2转到SS吧 SS被动 篮球区域内敌人 攻击降低70% 机器人导弹增加伤害 机器人其实是可以一直在场的 所以呢 这个机器人增加伤害也是很不错的 减防效果提升到40% 你有三人小队的话 就是80%了 要不要SSS 嗯 各位大佬自己决定吧 SSS SSS加被动 总结一下就是10%加伤 延长暴走状态时间 这个被动在辅助作用上更强一点 机器人可以存在的更久啦 这个被动倒是靠操作可以弥补 嗯 上下的就问问自己的钱包吧 专属武器 功能非常多 基本是必抽的了 我们分点介绍吧 一 队长技能效果三倍 包括闪避能量 二 40%护盾值就能进入狂战模式 这个对手感优化提升巨大 三 狂战模式有10%攻击力加成 四 超算或者闪避之后 两秒内长按普攻 可以进行360倍率的蓄力突刺 三 普攻还有700%伤害的连续突刺 五 蓄力突刺会消耗所有的黄球 消耗任意数量黄球都能增加10%伤害 加上持续15秒 多消的只能回盾 每个黄球会有3%护盾 还是建议有三黄的时候 先三黄再蓄力 不要浪费太多的黄球 好了 技能和武器都介绍一遍了 接下来都爆发手法了 A2技能的单段倍率不高 都是连招 伤害最高的两种连招为 一 三红加强化普攻 二 闪避蓄力突刺 加之后的连续突刺 所以呢 想要最高爆发 必须把这两个连段合在一起迅速打出 我们直接看一段视频吧 因为蓄力突刺 是闪避后两秒内就能触发的 前两秒把三红连招打完就行了 所以视频里的连招手法为 闪避三红 双QT 然后强化普攻 直接间蓄力突刺 然后连续突刺 这一套连招 纯技能倍率也是接近2000%的 不过有点点挺深操作的 爆发手法也介绍完了 上下的当然是一时搭配 还有功名推荐啦 首先是一时搭配 输出A2的话 推荐二凯瑟琳 斯巴顿 不过A2的招式大多是是单体的 而且经常会使用闪避蓄力突刺 所以一堆单Boss还可以 四飞特链 纯辅助的话 推荐二凯瑟琳 斯达芬奇 因为A2QT在场时间非常的长 可以好好地利用达芬奇四件套的效果 一时共鸣 胜功会 下直接被动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A2的优点吧 输出方面 一个闪避三红就能打出近2000倍率的连招 生存方面 获取护盾简单 可以一直挂着护盾 跑得也快 开大吊血其实很慢的 辅助方面 狂暴状态的一场 可以把POD机留给队友 相当于给队友挂了个浮游炮 还有减防效果 A2的机制跟以前的角色不一样 玩熟练了还是很好玩的 不过还是有很多要优化的东西 比如普攻攻速 红球攻击距离什么的 那么本期攻略就到这里啦 如果本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多给点三连还有关注吧 谢谢大家